我先跟你們講 我們做這個節目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讓所有的人 包括我們自己 知道說 開店是一個多辛苦的事 真的不容易 大家一起共識是一個多辛苦的事 每一個人修正自己 每一個人學習自己 這是我們要得到的 也是我們要給你的 不是 你們聽我講一句話 好 你講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沒有誰對誰錯 只是我們 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你剛剛沒做過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都做過餐廳 也看過餐廳 我們見過世面很多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小細節 但因為他們 沒有 可能從來沒有 也不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們也要多一點耐心 讓他們知道 對 然後你們有空的時候也要 譬如說去別的餐廳 不是只是去吃飯 是要看看那些旁邊的人在幹嘛 因為常常每次我在裡面做甜點 然後你們都會很乖的問我說 要不要幫你什麼 或者什麼的 但是因為甜點是一個科學 它跟炒菜差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我交給你們 我需要 甜點不跟著炒過 沒關係 我忍住了 我沒講話 我忍住耶 我忍住了 豬頭被 豬頭被電人嚇死了 不是 不是 因為甜點是科學 然後但是主菜是一個經驗 所以它經驗夠豐富 所以它會喝很多 但是甜點不是 你一直做一百遍你就會 但是我覺得可以交給你們的 我還是都會交給你們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交給你們那麼多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是在這邊 是在拍節目 也是在經營一家店 你不要哭 我沒有兇 你講了他才哭 我沒有兇 你有講令杯 你有講令杯 你們不要壓力這麼大 不是 中喝太多 不是 所以你們 我是要跟你們說 你們要自己去做功課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這麼多時間 可以教你們那麼多事情 記得一件事 再怎麼樣我們都有自己的 OK 什麼啦 幹嘛啦 我們說你哭什麼 你哭什麼 現在是佩慈的視窗 佩慈今天超辛苦的 對 佩慈有視窗 視窗 難怪哭 我在想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哭 但我剛剛 我在想我可能是 就是有的時候是一個 比較自責的情緒 就是 哇 可以幫你去 明明那個菜我真的是 很認真的去弄 就是然後 我真的我不想 我真的不想讓客人 或者是店長 或者是你們 就是對我們太 要怎麼講 我覺得那一場真的 真的 我覺得真的滿恐怖的 真的 我覺得真的滿恐怖 但其實大家 我要再講一次 那一場真的滿恐怖的 可是其實外場也很辛苦 然後那我覺得真的 每一次的每一句 都是對事不對人 當然啊 對對對 所以其實 我們就再加油這樣 歐爸